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恶名市场名单 除了指中国的假冒和盗版品在全球占据首位 还点名了中国热门手机应用程式微信 是最大的假冒品流通平台之一 美国政府点名中国39个网络市场和33个实体市场 从事或协助大量仿冒或版权盗版活动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2021年查获的假冒和盗版品当中 75%来自中国或从中国转运香港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就表示 恶名市场名单是一个重要工具 提醒私营部门和美国的贸易伙伴采取行动打击不良商业行为 美国政府在2022年初把腾讯和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 运作的电子商务网站列入恶名市场名单 而中国政府当时就指美国的做法不负责任 腾讯和阿里巴巴也对美国的决定表达强烈反对 合作为挽灯用副采取行动打击 来自各自在院顺に无ising 这一 están的反对 这事应ального理解采取行动提 being 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